這次我們完善選舉制度主要是要體現 還有落實好那個愛國者治港 因為這個愛國者治港對於一國兩制的貫徹實施 至貫重要 必須要由愛國愛港的人士來牢牢掌握在這個政權 這樣才有機會香港呢 重新回到一國兩制的初心正軌 這樣的話對日後一國兩制的行穩制園 香港的廉政善治還有長治久安都是起了這個關鍵的作用 可以這麼說 要是沒有完善選舉體現那個愛國者治港 一國兩制也是空談 所以這次的意義非常重大 特別是在整個設計的過程裡面 對於選舉委員會的那個功能做了很大的那個改變 擴大了整個這個廣泛的代表性 還有這個均衡參與 所以我覺得這個這次的選舉呢 整個設計是非常完善的 也是具備整個香港 所以說是整個香港的一個縮影 代表每一個市民的一個整體的利益 香港的根本利益 所以這次選舉能夠辦好之後呢 日後繼續選出 那個好的那個立法會議員 還有那個特首的話呢 到時候呢 整個香港會共同 凝聚力量 共同去發展 把香港過去一些情況呢 撥亂反正 重新我們發展到那個起步上 所以這個是非常 成績非常大